传统观念中,男人是家的顶梁柱,承受着更重的压力,也让越来越多的疾病快不找来,原本阳刚强大的男人在病魔面前变得脆弱,甚至平均寿命要比女性少两至三岁,而且与女性相比,男性在关爱自身方面往往粗之大业,更易引发健康问题。 今天起,男同胞们要对自己多一些关爱,细心做好下面12个1,为健康逐期到防线。 每周吃一次鱼,鱼中蛋白质含量胃猪肉的两倍,且属于优质蛋白,人体吸收率高,一项新研究发现,男性每周吃一次深海鱼,有助于降低心衰风险。 从1998到2004年,美国和瑞典两国研究者随访四万名年龄,在45岁到79岁之间的男性,记录他们的饮食细节和健康状况。 结果发现,每周吃一次含丰富不饱和脂肪在鱼类的男性,经衰的发生率比从不吃鱼的男性低12%,每天一个西红柿。 西红柿是水果蔬菜中维生素C,维生素P和尼克酸含量最高的,常吃能抗筛老,降血脂,降低恶性肿瘤发病率。 澳大利亚昆斯兰研究中心一项新研究发现,是西红柿可帮助中老年男性缓解尿瓶,减少企业次数。 因为西红柿中的番茄红素可以抑制老年性前列腺肥大,让膀胱不再受到压迫。 常喝一杯绿茶,绿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,叶绿素N基酸,茶多酚等这些物,只能清除有害的自由基,改善人体生理功能,对高血压,心酱病,高板固醇等具有明显的预防作用。 另外,绿茶含植物资激素,能帮老年人缓解前列腺增生。 瑞士巴塞尔大学一项针对男性的试验发现,常喝绿茶在短期内会增强大脑可塑性,提高短时记忆能力。 每天一把核桃,核桃中的蛋白质含有对人体积为重要的赖氨酸,对大脑很有益。 另外,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菲尔丁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发现,男性每天吃一把核桃可提高精子质量。 这是因为核桃中的欧米茄和精子膜功能。 少抽一支烟,吸烟对人体百害无一例。 医学证明其余肺炎,肾癌的发病关系密切,还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病。 另外,香港一项研究发现,每天吸烟超过20只的男性换勃起功能障碍的比例显著升高。 这是因为尼古丁作用于血管,可使膏丸动脉发生硬化,静卵导致膏萎缩,影响性功能。 每天一瓶白开水,很多男性看来,尿瓶,尿急,尿不进汗眼花,牙齿脱落一样,都是甩老的自然表现。 实际上,50岁以上男性出现这些症状,往往意味着良性前列腺增生症,要想避免前列腺出故障。 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喝水,每天一瓶白开水,相当于每天喝8杯水,大约2000毫升,可补充水分,保证机体正常代谢,并及时排泄体内代谢废物。 还对预防节食,心血管疾病有明显的作用。 每天一个苹果,苹果向来是营养学家利剑的水果。 瑞典一项研究又为吃苹果加了一条心理由。 白酒不超一两。 当男人在酒精作用下满脸红韵时,可能没想到,喝酒除了伤肝外,前列腺也会跟着醉了。 这是因为前列腺对酒精十分敏感,在酒精刺激下会变得肥大,笨拙。 喝酒过量还会干扰性反应,减少性兴奋及性高潮。 因此每天喝白酒绝不能超过一两。 另外还要少吃辛辣食物。 常喝一杯酸奶。 酸奶既含丰富的蛋白质、钙、维生素A和C又含乳酸菌有助于消化,还能有效防止肠道感染。 提高人体的抗晒老于免疫功能。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实验发现,喝酸奶的白薯明显性欲更强。 尽管该结果能否适用于男性还需进一步研究。 但酸奶的确能够让身体更健康。 喝酸奶时间最好是晚饭后半小时至两小时内,因为人体在夜间11点到。 第二天凌晨血钙含量最低,此时喝奶等于雪中送炭。 每天一根香蕉。 香蕉含丰富的甲,有降血压、防中风、防心脏病的效果。 还有助于抵消饮食中过量盐分对身体的损害。 美国的研究还发现,香蕉富含心元素、心与精液的质量及密度成正比关系。 缺心也会影响精子的代谢与活力。 从而耽误高丸的发育。 多一些微笑。 男人的情绪对健康很重要。 研究发现,男性自杀死亡率是女性的二、两倍。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,约七成男人患隐藏心抑郁症。 因此,只要你的身体和过去有所不同,如失眠,没食欲,提不起劲动,就应该警觉。 笑能放松心情,舒缓紧张。 改善血液循环,降低血压和增强免疫力。 无论何时,都应保持一颗健康乐观的心。 做到心胸开阔,试试乐观。 笑对人生,多一点运动。 俗话说,要长寿,多举步。 加强运动不仅健身以神,还能提高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。 日本东京大学最新研究显示,男性在中年期多运动,能防止老年时肌肉萎缩。 还能抵御与年龄老化相关的精神健康问题。 比较适合男性的运动有散步、泡步、太极拳、健身操等。 另外,每天要做一些伸展、下蹲和俯卧撑运动。 这些得到锻炼的肌肉群能够在性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。